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呀 发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 在这湘潭县石潭镇 有一个人叫胡勇 胡勇呢 其实不是湖南人 他是哪人呢 是浙江台州人 他是前些年来到了湘潭种植西瓜 2017年1月19号 一个姓李的先生 给这胡勇啊 送来那大棚薄膜 就是专门种西瓜用的 一大早上 这就是约定好了的送货时间的 可是李先生来了之后 是左敲门 右敲门 敲了半天的门 始终啊 不见有人回应他 胡勇明显是不在家 这李先生呢 就又联系胡勇的婶子 胡勇的婶婶一听 哎呦 人家老李已经到了 咱们这小勇也联系不上啊 于是呢 他就赶了过去 这时候啊 他的婶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呢 17号的时候 也就是两天之前 他给胡勇打过电话 当时提示胡勇手机关机 因为自己啊 忙着干农活 也就没太在意 这两天过去了 再给胡勇打电话吧 还是关机 平时胡勇也不会去哪 这怎么人也不见了呀 其实再往前一点 16号晚上8点多 也给胡勇打过电话 一切都挺正常 胡勇也没说自己要出去 而17号再打电话 手机就关机了 胡勇呢 平时啊除了自己干之外 也雇了一个小工 这个小工也证实说 从17号早上就没见过胡勇 结合胡勇平时的生活习惯 婶婶就觉得 胡勇这次失联 一定是出事了 赶紧吧 报警吧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就来到了现场 首先呢 进行勘察 进到胡勇的屋里 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那么胡勇 究竟去哪了呢 为什么不告而别呢 虽然说在住处 没有发现多少线索 但是警方通过 对胡勇的婶婶进行询问 有一处反常的细节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什么细节呢 关门习惯 发现胡勇家 这门关的 跟他平时的那关门习惯 是完全不符合的 平时胡勇在家呀 会用一根木棒 从屋子里边 顶住这房门 外人呢 你从外边推是推不开的 只有出去的时候 这房门呢 会在外边用锁给锁住 而这次胡勇失踪之后 房门是从里边 用那木棒给顶住的 而不是在外边 用锁给锁上的 并且那木棒啊 也没卡紧 这大门 你稍微用点力气 就能很轻松的给推开 也就是说 这种锁门的方式 并不像是 胡勇自己所为 这一处细节 的确是让人感觉到疑惑 但是他的家里边 又一切正常 这让民警也感到很费解呀 虽然胡勇的婶子 认定自己的侄子 肯定是出事了 但是民警 也没有更多的发现 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 警方就只能 以胡勇家为中心 对周边的群众进行走访 他的亲属啊 家人啊 熟悉他的人啊 都进行了细致的询问 就问问平时 胡勇的生活习惯啊 包括经济方面 有没有跟人有纠纷呢 通过询问 警方也了解到了胡勇 不是本地人 咱们之前也说过了 是浙江人 2011年才到湘潭 种植西瓜的 这个人呢 性格比较内向 很谦和啊 跟谁呢 都客客气气的 因为性格内向 很少主动的 和当地的村民来往 自然而然的 也没和别人发生过过节 除了在西瓜地里边 辛勤的劳作之外 没事的时候 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那么这次胡勇失踪 到底是自己外出了 还是被人挟持了 还是被人绑架了 依然难以做出判断 那查查他的通话记录吧 看他走之前 失联之前 跟什么人通过电话 一般的话啊 最后一个通话 都会和这个 失联人的失踪 有点关系 通过调取通话记录 发现胡勇的婶子 和胡勇最后一次通话 是2017年 1月16号晚上8点多 时间呢 大概有40多分钟 警方呢 就问胡勇的婶子 你们那天打电话 都说什么了呀 婶子就说呀 因为我们俩呢 都在相谈务农 所以啊 我和他平时 就经常保持联系 有事呢 也相互商量着来 16号当天晚上 我俩除了商量 中西瓜的事情 也没聊其他的内容 而且啊 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没感觉说他情绪 有什么不对劲的 和婶子通完话之后啊 胡勇呢 就没和别的人 有过什么联系 只是在凌晨3点左右 拨打过银行的电话 给邮政储蓄银行 打了电话了 给农业银行呢 也打了电话了 一共打了7个 虽然先后给银行 打了7个电话 但是银行卡的业务呢 都是在手机上操作的 电话打过去之后呢 也没跟银行客服 进行通话 警方随后又查询了 胡勇的银行账户 发现里面的金额 也没有变动过 那么他打这电话 到底是为什么呢 啊 你也不跟人客服通话 你在那捡闷玩啊 这时候啊 警方就有一个困惑 到底拿着胡勇手机 打银行客服电话的 是不是胡勇本人呢 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警方可都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种种反常的情况就让警方感觉到 胡勇的失踪并不是普通的人口走失事件 侦察技术人员呢 再次对胡勇的住处进行了进一步的勘察 发现床铺 相对着的那墙边有一个自制的木架子 木架子上边呢 就放着平时用来储物的木箱子 这木箱子有两个油漆过的 还有一个没有油漆的 一共是三个箱子 那两个油漆过的箱子上面呢 发现了大量的被撬的痕迹 那是不是有人到了胡勇这盗窃 或者说是抢劫伤人呢 面对这被撬动过的木箱 胡勇的婶子也说 平时小勇啊 会把衣服放里边 除了衣服呢 也会把现金藏在里边 但是警方打开木箱之后发现 里面的物品比较规整 可是现金没有了 再根据油漆脱落的情况 又对大棚里面的各种工具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外边客厅有一工具箱 工具箱里边呢 有一把钢丝钳 还有一把弯刀 在这刀上这 发现有细微脱落的油漆痕迹 很显然撬开箱子用的工具 就是这把钢丝钳和这把刀子 警方就想着 会是胡勇自己 拿钳子拿刀子打开箱子吗 可能性太小了呀 也就是说这箱子很可能是别人撬开的 胡勇失踪当晚 他们家应该还有别人存在 而这门锁是完好无损的 没有什么被暴力拆卸呀 暴力撬开的这种痕迹 这就说明很可能这个人是胡勇的熟人 是胡勇自己领着他进来的 当时警方就感觉 这起案件应该是因材而起 同时呢 在屋子里进行勘察的民警还发现 胡勇平时穿的衣服 裤子 鞋子等物品都在家里呢 因为胡勇一个人在这儿啊 衣服也不多 鞋子也不多 平时穿的呢 下地的时候啊 就是一双胶鞋 在家休息的时候 就是穿一双布鞋 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穿一双皮鞋 这几双鞋可都在家里呢 衣服也不多呀 穿的外套啊 外裤啊 也都在家里边呢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胡勇离开家的时候 没穿外套 没穿鞋 各位 您再想想 这事发生在一月份呢 湖南一月份的时候 天气是很湿冷的 正常情况之下 不会说有人不穿外套 不穿鞋 光着脚丫子就出去了 因此警方几乎可以确定 胡勇的失踪 与十六号当天晚上 出现在他家里的那个人 有着重大的关联 也就是说 胡勇当天晚上 要么是被人威逼 被人绑架了 要么就是已经遇害了 可是依然有令警方困扰的地方 无论胡勇是被绑架 还是被杀害 他一个青壮年大小伙子啊 被人那么收拾 那么折腾 一点反抗都没有 现场为什么就没留下 他和犯罪嫌疑人的搏斗痕迹呢 胡勇的婶子说呀 胡勇呢 常年一个人住 很少收拾住处 被子从来不跌啊 一进去乱七八糟 那就是单身男青年典型的那个住处的情况 可是 现在警方进去这么一看 被子扑的是整整齐齐 这不像是胡勇平时的习性啊 难道这铺盖整齐的被子是想掩盖什么秘密吗 警方啊 再一次对这床铺进行了仔细勘查 发现床铺的上面有非常细小的喷溅状血迹 那么这血迹呢 是在被子靠近脚的那一头上 同时啊 胡勇住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板房似的那种窝棚似的墙的表面呢 就是那种塑料薄膜纸 在墙上也发现了血迹 那床收拾的整整齐齐的被子 可就成为了侦查胡勇失踪案的转折点 至此 民警几乎可以确定 胡勇已经遭遇不测了 而且根据其他的线索显示 嫌疑人和胡勇很可能认识 所以胡勇的房门没有被暴力拆卸 胡勇的屋子里面也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 可咱们之前也说过呀 警方在走访的时候 大家都说胡勇平时为人谦和 没和人出过什么矛盾 那会是谁呢 出于什么原因 要害死胡勇呢 案发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通过现场遗留下的蛛丝马迹 湘潭警方意识到了案件的严重性 立刻抽掉了大量的精干警力 成立了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 专案组兵分三路 一组人马对附近村民和胡勇的关系人 再次进行细致走访 第二组人马呢 负责调取中心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 第三组人马 对胡勇屋内遗留下的痕迹物证 进行生物样本采集和比对 就在走访的时候啊 有人跟警方反映了一条线索 有俩人说呀 晚上十点多 看见这胡勇的刮棚前边 有一辆面包车 因为天色晚 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反正不是白色的 就是银灰色的 还听见屋子里边啊 有人说话呢 屋里的灯也是亮着的 这目击者呢 本身自己是修车的 看见这辆车了 所以呢 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出来情况 说这车是五菱之光 前保险杠是黑色的 牌照是这 这就是那钩啊 具体牌照数字是多少 没记住 嫌疑车辆的出现 让办案民警就迅速调整了侦查方向 胡勇的住处啊 是在湘潭县石潭镇的边上 监控摄像头呢 非常的少 那么那辆挂着浙江牌照的车 当天晚上是去干什么的 离开之后又去了哪呢 通过大量的工作 民警还是从为数不多的视频监控里 发现了一辆一四车辆 可由于天色太黑 对于车辆的具体牌照 以及行驶路线 警方还是没能追踪到 既然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监控视频 去寻找嫌疑车辆 这时候民警转念一想 那辆面包车悬挂的牌照是浙这 上排地是浙江台州 那么咱们呢 不以车找人了 咱们呢 来个一人找车 湘潭务工的台州级人员 数量算不上特别多 那么就在这些人员之中进行摸牌 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在石潭镇啊 当时这种面包车 一般都是用来运西瓜的 以现场为中心 包括湘潭县 湘湘 韶潮山 湘潭市与湖区 都有不少种西瓜的 警方就决定在这些种西瓜的人里面 互相排查 根据警方统计 在湘潭的浙江台州吉瓜农 大概有两百多人 但是当时时间呢 距离春节也就还三天了 不断的有人回浙江老家过年去了 越来越多的摸牌对象 人都走了 都回去了 找不着了 对于办案民警来说 这就意味着发现新线索的概率越来越低 不过概率低 它不代表没概率 对吧 就在办案民警进行排查的第二天 一辆疑似嫌疑面包车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之中 他们呢 对这些瓜农进行走访的时候 其中有一户是在七里铺那边种西瓜 这个瓜农呢 也是浙江的 当时警方去的时候人不在家 但是车停在那呢 什么车呀 武林之光 民警出于职业的敏感 虽然这车从外边打不开 但就在外边隔着玻璃网里瞧呗 就发现在车的靠背上面 有那种红色的印子 疑似那种血迹 这个发现 让民警都变得紧张起来了 难道这辆车 就是出现在胡永家门外的那辆面包车吗 里面的疑似血迹 会不会是胡永留下的呢 面对这些疑问 民警立刻联系上了车主 车主呢 也挺配合 赶紧过来 把车给打开 让民警呢 到车里面进行提取 提取并检验之后 发现这红色的印子呀 它不是血迹 因为这车主之前呢 是做那种儿童玩具的 所以啊 这是留下的油漆的印子 通过调查 也排除了那辆车的作案时间 这辆车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民警呢 只能继续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排查 很快又有一辆挂着浙江牌照的面包车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辆车是银色的武林之光 保险杠是黑色的 当时排查的时候呢 警方就仔细看了一下这辆车 发现后排座位啊 被取掉了 然后在后边车厢里呢 有明显用水洗过的痕迹 很快 警方就找到了车主 车主 是来自浙江台州的邱某 邱某两口子呀 都在这种西瓜 通过询问 邱某就说 平时这辆面包车呢 就是用来装西瓜 因为要拉货嘛 大家看到的这种武林面包车 好多拉货的都是 把后排座椅都拆了 不过你拆座椅装西瓜 这情有可原 没事 你拿水冲洗什么呀 你要洗什么呀 有什么脏东西 对于清洗车后香的这个问题啊 他们呢 显得有点支支吾吾的 按照常理来说 你要是洗车 要不就不洗 要洗 你得全部洗一遍吧 都洗干净点吧 像他们洗的这种情况 明显就感觉 是在比较仓促的情况之下洗的 所以他不是整个车都洗的 而是专门洗了那车的后车厢 这么一来 警方更觉得这车可疑了 之后民警对车内进行了细致的勘验 在这车的车厢里边 还真发现了一丝血迹 经过鉴定 这丝血迹 就是受害者胡勇 所留下来的 至此 经过把民警全力摸牌 嫌疑车辆 终于被找到了 那么 胡勇现在身在何处 邱某夫妇跟胡勇 又是什么关系呢 当民警 向邱某夫妇 详细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让警方倍感意外 怎么呢 邱某夫妇啊 平时根本不认识胡勇 没打过交道 这可就奇怪了 啊 你们不认识人家 可你们的车里 有人家的血 这怎么回事啊 经过办案民警的询问 邱某夫妇说 2017年1月16号晚上 他们把车借给别人了 借给的谁呢 一个姓彭的人 这个人叫彭令龙 当年30岁 也是浙江台州人 正是他在胡勇失踪的当晚 借走了邱某夫妇的面包车 而根据目击证人的反应 这辆面包车曾经出现在了胡勇家的门前面 如今又在面包车的后车厢里 发现了胡勇的血迹 至此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彭令龙 那么这彭令龙和胡勇 到底什么关系 他们俩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办案民警找到彭令龙之后 把所有证据一一列举给他 彭令龙最终在1月29号 说出了胡勇的下落 原来已经失踪了将近半个月的胡勇 早在1月16号傍晚就已经被彭令龙杀害了 可是让民警又感到疑惑不解了 经过了解通过走访 没发现胡勇跟谁有过过节 这彭令龙为什么要杀掉胡勇呢 原来这彭令龙和胡勇是老乡 他们呢 是浙江台州同一个村子的 早就认识了 胡勇呢 是2011年到的湘潭 而这彭令龙呢 是2016年去的 他去了之后啊 也是从事西瓜种植的 因为胡勇 这算是先来几年有经验吗 人家干的也都不错了 彭令龙呢 偶尔呢 就会到胡勇这儿 借点工具啊 借点农药啊 案发当天晚上 彭令龙借了一辆面包车 到胡勇这儿来啊 是借工具的 来了之后呢 就闲聊呗 在闲聊的过程之中 胡勇啊 就发了几句牢骚 因为彭令龙 在去年 借了他四包农药 没给胡勇钱 胡勇呢 就把这事儿 又提出来了 彭令龙就挺不高兴 双方一开始呢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 说的都不太好听 后来可就争执起来了 慢慢这俩人的争吵 是越来越激烈 据彭令龙说 在争吵之中 胡勇的一个举动 彻底激怒了他 胡勇就跟彭令龙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了 对吧 以咱俩的关系 你就是明天到我那拿四包 不也没事吗 这话呀 乍一听没问题 但是胡勇呢 当时确实也生气了 所以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上的烟头 这么一弹 就给弹到彭令龙身上了 然后抓起来电视机的遥控器 可能往彭令龙的身上砸了 那么一下 彭令龙当时那火蹭冷可就上来了 随手抄起来胡勇家里边的铁锤 朝着胡勇的脑袋 可就砸了过去 彭令龙说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砸多少下了 直到砸的胡勇不能动弹为止 当时看到把胡勇打死了 彭令龙整个人也蒙掉了 最后为了掩盖事实 彭令龙撬开柜子 取走财物 制造了钦材的假象 并且将现场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清扫 把枕头啊 毯子呀 所有沾血的物品 还有尸体就搬运上车 带离现场 把尸体和东西带上车之后 特地没有开车的大灯 摸着嗨 开着车 故意绕道 绕到了国道那边躲开这些监控摄像头 到了自己的瓜棚那 一个人把胡勇又拖到了一个鱼塘里 然后把一部分作案衣物 就埋在了西瓜棚的地里 还有一部分呢 就扔在了鱼塘里 又故意用胡勇的手机 拨打银行客服电话 进一步制造亲财的假象 还对车辆上的血迹 进行了彻底的清洗 彭令龙和胡勇 两个人年龄相仿 又是一个村子的老乡 可以说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认识这么多年了 关系一直不错 照理说 这两个人一起在异乡打拼呢 应该是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可最终呢 就因为一时的误会 因为口舌之争 彭令龙就把胡勇杀害了 最终彭令龙也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被依法判处死刑 被依法判处死刑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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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